尖血车上民众晚秀兼热血 由于全台血液股神量拉警报 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与立法院李燕秀 及内湖区西安里西湖里及西康里三位里长 共同在上班族聚集的内湖科技园区举办尖血活动 号召大家一起尖血一带救人移民 因为其实在这个季节交换的过程中 包括台北捐血中心 其实包括O型的血 其实都是比较缺的 所以我们集结包括三个里的志工团队 还有包括燕秀委员办公室 我们集结地方的力量 然后希望在因为内科这里 上班族年轻人最多 我们希望呼吁大家一起捐热血 赞助一个热心 然后也协助我们台北捐血中心 可以舒缓雪荒 这里展现我们内湖地方的团结 跟地方的一个爱心 捐血做爱心 然后我们散播爱 散播我们的内湖的一个光芒 为了鼓励民众勇约捐血 即去年寄出捐血送鸡蛋后 今年李明贤更加码 以送礼券感谢捐血民众 只要捐250cc就送300元 捐500cc也更可获得600元礼券 结果吸引爆量的民众响应 昨天单位事先准备了170份礼券 通通发光光 民众的热情支持也让李明贤相当感动 我们跟燕秀委员办公室 还有三个礼长讨论一下 觉得用礼券最实惠 然后包括7000的礼券送给大家 250cc送300 然后捐500cc送600 今天到目前中午以前 已经捐了130代 我们上次的记录 我们大概半年到一年 我们大概办了两场 那今年的上半年的记录 已经打破上一次的记录了 所以认为说礼券是非常有号召力的 那除了礼券之外 其实大家内科很多是因为科技新贵 他们也其实很响应社会公益 永远捐乐血 所以希望相得益彰 我们把今天的活动 可以办得更盛大更圆满 捐血民众也很肯定 这项公益活动 只说座爱新又可以获得礼券 何乐而不为 因为刚好看到有这方面的讯息 对对对 然后实践上面又可以配合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他那个360会不会吸引 会啊 今天排队的人蛮多的啊 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的话 捐血也是一档帮助 那对于我的理想是利他 这条路而言的话 捐血也是一种私奉献 每年固定举办两场 捐血活动的李明贤表示 接下来在南港区的捐血活动 预计9月28号登场 内湖区方面由于民众反应热烈 在地方里长建议下 也不排除再加办一场 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 共襄盛举捐血助人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请 请